好 我現在要示範的是陽室太極的前面室室室文集團 好 現在開始 胡極室 太極室 寢室 左攬穴位 右攬穴位 紅 驢 集 盧翁式帝 暗 大驢 單邊 驢手上市 白鶴亮市 手揮琵琶 柔西敖布 驢手上市 柔西敖布一 柔西敖布二 柔西敖布三 驢手上市 柔西敖布 近步 斑 藍 垂 漁翁式帝 暗 大驢 暴虎歸山 我剛剛示範的是陽室太極的前面四分之一 那麼這個 打太極呢 有一個最基本的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太極呢 打的都是一個圓圈 你所有的動作都是在繞一個圓圈 那麼繞圓圈呢 他就沒有十點 那一般的拳速有上下十點 也就是說 當你打到盡頭再回來的時候 再到盡頭再回來到盡頭的時候 他的速度是0 但是如果我們打的話 你的拳路走的是圓圈的話 他就沒有上下的十點 那麼 我這個太極呢 跟別的太極呢 現在所謂的太極 這個 所謂二十四四 四十八四 六十四四 這種太極呢 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的太極拳呢 是 我在跟曹勞學的時候 他跟我講過 他是在南京的時候 跟櫥桂亭學的 那櫥桂亭呢 他是跟陽晨浦學的 那麼我們這個太極呢 他最重要說 當你在 開始的時候 你的手指一定要伸直 為什麼 因為你伸直 你氣才會到指尖 那可是呢 有很多這個新式的太極呢 他們打法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的氣不會到指尖 那因為當時我練的時候 我有跟曹勞特別問過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要鬆 可是你的手指要伸直 那再來呢 你要順著球面走 然後你心裡面要有個概念 你是手掌心吸一個球上來 然後呢 再抱著這個球再滾 那麼 你當然你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自己想想看 你可以試試看 當你想著說你的手上吸著一個球的時候 你的氣都會到你的掌心來 這個是比較練習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 我們練太極不是只有鬆 如果一直鬆的時候 到最後會有一個毛病出來 也就是說男生容易散氣 腸子容易脫腸 那女生呢 容易子宮脫腿 所以不能夠完全鬆 那我們都知道 練太極也是要陰陽 肚極以上 我這個講這個 一個比較特殊的秘密 一般人都大概都不知道 肚極以上為陽要放鬆 肚極以下為陰要緊 你不能夠全部都放鬆 你全部都放鬆 你將來就會出現這個毛病 而且呢 我這個太極呢 跟別的太極有點不太一樣 其中第一個 像我看這個新式太極的這個邪灰式 阮雀為邪灰式野馬分中幾乎都是打這樣 那其實這三個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是懶雀尾 它的作用是撩陰 懶雀尾 這個才是邪灰式 那這個是野馬分中 野馬分中也是在撩陰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那再來一點呢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白鶴亮翅 我看很多人的白鶴亮翅都是打這樣 它是只有亮翅沒有白鶴 我們的白鶴亮翅呢 是當你提手上刺完了以後 你這邊是缺陷 所以你必須白鶴亮翅 這是一個摔的動作 所以這一點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今天呢 來到這個國家公園呢 用這個國家公園做背景 後面是雪山 那剛剛呢 這個 本地的這個土地也啊 很幫忙 很賞臉 讓我們露一點陽光 好謝謝